上次的新宿深宵美食大受好評 今次我推出深宵美食2 介紹的是新宿開到好夜都不關門的餐廳 而且非常適合 根本就是大街大巷 不用怎麼找 只要你肚子餓就可以衝過去吃 很方便 而且味道還不錯 不好吃的我就不會介紹給你 現在馬上來看看我吃了什麼 來到新宿食店林立 想不到在歌舞伎精可以吃什麼 我就會介紹大家來吃這間 牛舌飯專門店 它是屬於連鎖店式經營 所以餐牌都會有中文菜單 可以給你看 方便你點餐的一目瞭然 它的肉類還非常多元化 有牛舌 豬肉 雞肉 很多不同類型 還要是現場即銷很新鮮的 你看看 我現在帶大家來這個 歌舞伎丁口 吃這個牛舌飯 這間牛舌飯在日本很多分店 都是酒大眾化的價錢 其實你看到封面這裡 1620日圓 除了港幣 八一元 很貴 但你再看看裡面 其實你可以叫這個12日圓 12日圓 這個有12小塊 12小塊都是1200日圓 即80港幣 有什麼呢 有珊瑚泥 牛尾湯 有飯 有前載 還有12塊 其實是一開二的六塊牛舌 牛舌是爽蛋的 香港那些是滑滑滑 一塊糯狀的 來到日本 這麼喜歡吃燒和牛 那就順便試這個燒和牛的牛舌飯 這個叫做勁道牛舌套餐 有薄片的雪花牛舌 還有薄片的蒸牛舌 剛剛這個燒牛舌飯就到了 其實它的尺寸不是很大 很小 只有一條手指 但是牛舌很貴 只有一條舌 很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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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些香港的 炒的一坨 就像五餐肉一樣 這個是爽蛋 有香的 有味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紅米花 然後這個 是生蠔奶 這個生蠔奶 日本人這麼喜歡吃 就是因為 它對這個胃部好 你們香港人很爽吃 這些滑滑滑滑的食物 其實這些滑滑滑的食物 對身體非常好 因為它保護你的胃壁 所以來到這裡 你不要因為它滑滑滑 所以不吃了 或者倒下去 不要浪費 這裡的食法 就是倒醬油 拌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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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拌勻 很爽 它夾起來 夾得很爽 更爽 又看到了 那麼爽 這個味道 是但這味道 還有這尖叫 這個雪花薄牛腎 小米 有只是一滑 這個尾巴 是大的 然後就知道燒到很香 它是立刻在旁邊的日子燒 很厲害的 然後不知道會不會一樣爽滑的味道 這個很薄很薄很薄 只那麼薄 嘩 更爽 其實這個應該是貴一點的 這個很香 比起剛剛這個更加香的肉 嗯 很好吃 這個就是燒豬肉的定食套餐 我經常拍這些影片 我硬要叫兩個餐來吃 因為只要介紹一點東西吃得太美味了 所以現在吃到我越來越肥 好 接著我先試一下這塊豬肉 嗯 好肥 除了辣之外 我特別喜歡這個 嗯 不合格這個 這個是五花肉 應該不是五花肉 應該不是五花肉 是梅肉 即是梅頭 它有點肥 有些手 嗯 這個好吃 這個有蜜汁香味 即是豬油加糖 有些辣味 這個很辣的 真的很辣 除了我這個好吃 這塊骨頭就不好吃 這個豬肉肚湯 不知為何有牛腦骨 吃牛仔骨 吃牛仔骨的感覺 不爽的 但很濃 調味料味 吃不到牛味 嗯 我不太推薦這個 這個好吃很多 我推介這個 這個牛舌定食 這個好吃 吃牛仔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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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就要介紹 這間來自明古屋的 環脂手語 這間餐廳 在香港都有 但來到東京新宿 當然是順便試 這間環脂手語 最奇幻的 就是它的手語 即是雞翼 想到山那麼高的雞翼 一份是有五隻 另外這個黑雞翼 一份是有三隻 價錢還要不同 味道是怎樣 我們一齊現在來試試吧 黑雞翼 和原味雞翼 這個雞翼的尺寸 很小 很小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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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葉加醬汁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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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都不錯 好吃 嘗嘗 再嘗嘗 黑色 這是黑雞翼 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是430日圓 嗯 好酸 這是豬扒醬的醃料 是酸甜口味 有點像咕嚕肉 而肉也是滑的 精神炸好 這間餐廳 這個好吃的 吃完味 我覺得原味好吃很多 還有五隻 430日圓 只剩下六分一隻 不錯 這間餐廳 是新熟的 記得過來 吃幾天 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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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牛肉鍋 牛肉鍋 價錢是700日圓 五十元港幣 很多牛肉 和吉野家的牛肉飯差不多 裡面有很多菜佔帶 芽蔥 聞起來是醬油味 試試看 原來是吉野家的牛肉 雞的牛肉飯 雞的牛肉飯 甚至乎是香港的放題 沒有特別 可以不吃 第二道就是雞雞肉 醃味雞肉 這個 這個 鹽味雞肉 上去 數過有六粒雞 試試 小小粒 雞腿肉 沒有鹹味 煮得太久 不夠滑 太熟 但有雞味 濃 濃 甜 很不錯 不錯 先試一下湯 除了吃肉 除了吃肉 要吃完這個湯 不喝這個湯 其實太難了 雞肉 很好吃 好吃 因為這個 雞腿肉 很好吃 有手 這個 毛 不好意思 不錯 不錯 吃條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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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專業 明虎屋 手魚鮮雞肉 當然是賣雞 因為吃牛肉 這樣就繼續吃 接下來 我就要帶大家來到這間 黃濱家 是一角家 拉麵店 這間拉麵店 幾乎四處都有 想吃的朋友 一定很容易就可以找到 他的拉麵款式 還非常多 看看 不停蠍都有不同款式 一定有一款適合你口味 今次我要介紹的就是 這款極辣的椒麵 價錢930日圓 又不算太便宜 但大勝無聊 即是免費加大 適合大胃王男士 加多250日圓 還可以多來一碗日式的當飯 真的不怕吃不飽 現在到了這個 這個純粹是 加麵 加錢250日圓 就是一碗豬肉飯 豬肉飯 豬肉飯 嘗嘗 嘗嘗 它是豬肉煮大蔥的飯 有點中國菜的感覺 豉油味 但中菜也很少吃 這個口味 雞蛋 拌飯 看看是不是 很好吃 很好吃 這生雞蛋 完全是一個很普通的 大蔥豬肉飯 味道提升了層次 這個口味 辣味的豬肉飯 這個口味 我現在試試看 它好像很多芝麻 那樣的豬肉飯 很濃 很濃 你這樣輕輕的 加麵 上來 已經淹了很多湯 這間是位於 新宿三丁木 附近 好喜歡吃這間 拉麵 特別是這間的拉麵 特別是 這間的拉麵 特別多款式 它不是按機的拉麵店 是看餐牌 訂單 你喜歡吃什麼 隨便叫 還有這間多款 比平常的按機的拉麵店 很飽 我現在凌晨2點來吃 但為了拍片 我們要多吃幾餐 我又要繼續吃 拜拜 順帶一體 如果你吃到煎麵 湯底冷了 你可以問店員 拿一碗熱湯 倒下去 把湯底翻熱 那你就可以繼續吃 熱熱的煎麵 今次要介紹這間連鎖店 叫做Yayoi Ken 主打是西日式的當飯套餐 不同地區都有分店價 非常方便 我們現在來到這間Yayoi Ken 吃這個便宜的 定食當飯 有很多選擇 你看看 它這些小碗 六百多日圓 整個套餐都是一百多百日圓 有很多選擇 你看這個 六百多日圓 這些定食 六百四十八 四十多元 可以吃飽飽 還要是Z多 所以我要介紹大家來這裡吃 也挺便宜的 我們現在進去坐下 環境還要不錯 很舒服 一起來看看餐牌 它裡面整體的東西 看起來也不是太貴 而且價錢還要是Z多 和價 他們的十六谷米飯 還要是無限量 還適合好 那些很大食的男士 剛剛點了這個滑蛋豬扒飯 七百多日圓 抵食 但你不要以為這些是跟餐 三買的 一百五十日圓一盒 三餐 又是這些滑散的 哇 我最喜歡就是吃山藥泥 然後呢 嘗嘗這個最基本的吉列豬扒飯 滑蛋豬扒飯 好吃嗎 很韜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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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韜 這道是OK 很好吃的 絕對不會令到你很便宜 給好一點點 但吃些很難吃的樹皮 絕對是物有所值的 都口肉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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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一塊豬扒 沒有人供給的豬扒 這麼爽滑蛋豬扒 之外呢 它整體都是堪格的 剛剛到了另一味菜 就是 期間限定的吉列慶款套餐吃 那有些什麼呢 有炸蠔 炸蠔 和炸雞 那我現在先吃最淡味的炸蠔 嘩 嘩 很大隻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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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鬆脆 它不是很厚 而且很新鮮熱 它是馬上炸的 它不是馬上炸蠔的 再嘗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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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沙律給我自己拌 那就可以拿沙律 嘩 嘩 嘩 它是雞腿肉 炸雞和炸蠔也好吃 反而炸蝦也很高 很失望,炸蝦的粉很厚 你看看,我好像不太看到肉 肉在哪裡?找不到 它的拼盤有五件,三款不同口味 因為它是期間限定,所以裡面沒有 下次你也可以來吃其他的期間限定 為何你現在限定,因為十一至十二月是韓的當做日期 所以它現在有很多炸蝦的套餐吃 我又要繼續吃,拜拜